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問證股的問題 我們的熱線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依然是 ask at bschannel.com 聲明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Mack 你好 看見市場仍然是跌超過5% 現在跌1,144點 最深報21,268點 大市成交增加了 未到3點已經有1,074億 國企指數跌超過6% 跌682點 報9513點 看看這個視頻當中 嘉廷觀眾有些甚麼問 在旁邊有范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支持 你好 請說 為什麼市場仍然是跌成這樣 現在我都不知道賣甚麼股份好 全部的股份很便宜 但我一定要彈得快 行得快 升得快 還有捐箱 銀行 地產 保險 如果我選中送證券 有沒有問題 行不行 什麼委任 范小姐 你問的問題 我想市場上很多投資者想知道 為何跌這麼多 現時來說 股市一直向下插 看到跌市當中 整間似乎增加了一點 Jason 家庭觀眾問 為什麼跌這麼多 跌到什麼情況 你自己看得樂不樂觀 短線是大家很害怕的 但如果你說根據過去的經驗 傳統方面來說 通常大家越害怕 代表的市就差不多是見底 因為你看到在7月初 當時市都由27,000多 跌到下去 只剩下23,000以下 當時大家都一樣 在手上拿著的貨 不知道怎麼辦 應不應該沽了它 但當時看到市 就由23,000這些位置 就立刻彈上去 就是25,000多 即是說 那個反彈的幅度 都可以是幾大 這次我覺得都差不多 因為你說過去的兩個星期 那個恒指由24,000樓上 跌到現在只剩下21,000這些位置 接近跌了3000點下來 所以你說短線裡面 由於有一個所謂超賣的情況 你說駁回一個反彈的 就不是說沒可能的 我亦都相信 如果你說大家都看得這麼悲觀 大家都覺得現在手頭上的貨 都還可以下跌的時候 那又應該 接下來是有機會會有一個反彈的 但是你說的反彈 會在現在這一刻就立刻出現 或者說去到 即是接下來可能再跌到1000點 市場可能兩萬點左右這些位置 才彈 那就是相當難說的 因為當市跌得這麼急的時候 接下來它有機會可能 早上跌多是1000多點 低開的 然後去到下午就立刻 是收復那個跌幅 又或者去到第二天 又會有一個報復式的反彈 那這些我們經常都見的 特別就是現在大家都會觀望 如果說到大陸那邊的政策 和他們的舊市的行動 會不會是加大那個力度 如果你說純粹好像 在上星期說 將養老金可以入市這些批准 其實那個的舊市力度 不是說太大了 那你說接下來 會不會再配合降準 減息 又或者是 再動用那個中正金 剩下那些 說的是萬多萬億的資金 再去到入市去到訴貨 那這些的規模 就可能會令到市 會有個幾明顯的反彈 那但是究竟你說中央 會選擇現在上陣指數 都在這些位置才做 或者去到等它 可能穿一穿3000點 以下才做呢 那是相當難估的 那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說真的要看市 暫時我就覺得 去到21000這些位 應該是可以有個支持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今天 跌成1000多點下來 會不會明天就馬上有個彈 那其實機會都不小的 那變相你說要買股份 駁回一個短線的反彈呢 那我都是可以建議 就買回一些 中資的相關概念股 特別就說這一層 都跌得比較多的一些相關股份 那剛剛你提到銀行保險 券商這些呢 那我覺得券商方面呢 就有機會的彈力 短線來講會彈得比較多 那同樣地保險都是的 那因為始終他們都 這一陣子來講 好像你看一隻平保呢 都在說由接近45元 46元就跌下來 跌了10元那麼多 那所以如果你說要駁 一個短線技術性反彈 這些股份可以考慮的 假令觀眾留意 中信證券6030 現時來說 做完16.66 跌了超過1乘1 今天見到的低位 就是52週低位 15.72 其實這隻股份 這隻股份 陸續跌下來 跌了不少 這個時候 如果部署的話 中信證券怎麼部署呢 中信證券 你見到它 今天雖然大跌了下來 但是還未叫做 現在這個價格 還未叫做跌穿 7月初那個低位 當然你說今早的低位 就是穿過 但起碼現在就收回一點 上去 是 駁他就說這些低位 可以是短線守住 你說你緊反彈的 就駁他 彈回去 19.5 這些位置 就可以先行離場 好 范小姐幫到你嗎 范小姐 是幫到幫到 好 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好 順便和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中資犬商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好 見到跌幅比較多 全部都超過一成 包括中國光大 賣跌和國泰軍安都切跌超過一成 中信證券跌超過一成一 現在做十六個七號四 海東證券跌超過一成四 報十六號二 自己的中國銀行證券 同樣跌超過一成四 現在報五元零兩 聽聽家靈觀眾 領外外家靈觀眾的電話 電話 旁邊今次有優小姐 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請說 我想請問三隻股票 我想三隻都有興趣買 二三一八平保 還有騰訊 還有1299 這三隻來說 Jason你覺得哪一隻 反彈力會強些 麻煩你 三隻都想買 平保、騰訊和有幫 哪隻的反彈力度比較高 應該排1、2、3 投位 Jason你自己怎樣選擇 這三隻都是一些所謂優質的股份 沒錯 還有之前出業績方面 都是不錯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搏這一層 短線的技術性反彈 看哪一隻彈力度比較厲害 我自己就覺得1299 相對未必說真的可以有太好的表現 因為都見到這一陣子他跌 當然是跌得多 但是比起其他那兩隻來計 其實過去那半年1299來計 都算是相對比較強勢 還有這一陣子跌 都未是說叫做跌到一個很低殘的位置 還有不要忘記 本身因為東南亞現在國家都面對走資潮 貨幣不斷貶值 所以對於友邦都有一個潛在的風險在 所以你說友邦去到這些位置 你說彈也好 我覺得未必說會彈得太多 至於你說700我覺得都不是說差的 但是始終他的跌幅都好像是未夠 因為你看到他下跌到125元這些位置 但是比起你說7月初的底部來講 都不算真的跌多了很多 而且始終700在過去都是 都算是比較強勢 但是你說這一陣子跌來講 它又不是說跌得太多 理論上你說接下來彈的 它都會升 但是你說升到什麼位置 可能130多元這些位置 就差不多 所以你預計 博反彈這隻不是不行的 但是幅度未必說可以很大 至於你說真的說2318 由於這間公司 真的可以這麼說 本身跟A股的敏感度是最直接的 如果接下來國家方面 真的有些很大規模的舊市的措施出來 A股一彈的話 那平保的反彈的力度 短線來講就會是最明顯 最大的 變相如果你純粹是捉一個很短線的 薄反彈 平保在三隻裡面 就應該是最直落的那隻 但是當然 你說接下來市是要再向下 跌多一千點才彈的 平保接下來一個很短線裡面 都有機會跟著市跌完之後 才在低位再抽升 所以你說三隻來講 波動性最大 都一定是要數這隻平保 好清晰 平保現在正在做35.4毫半 跌超過百分之8 A股方面更加鐵定板 最新報在26.4毫半人民幣 這次時間差不多 謝謝你 和你做新報 提及各個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換來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見面